大家好,我是Mr.Aman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HKDSE 2017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5 看看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是新知的話請你Post 畫面 如果你是舊語的話就可以去片 第五條就是講Compound Linear Inequalities 給了兩條,畫面上已經展示了 我們先拿左邊比較複雜的來計算 Hint 是 Take the same operation on both sides 和 equation相似,就是左右手做同一個動作 首先左手乘以3,然後把左手剪開 然後移看,得出10x小或等於50 左右手除以5,x小或等於5 同學要留意,處理不等式和等式相似 但不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如果我們看到成材負數 不等於要轉向,不過今次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不需要處理了 看看旁邊的一條,6-x小過5 簡單地,x就會大過1 我們就要畫一個表出來看看 根據題目,我們畫一個數線的表來看 x大過1就不包1,所以是空心 而x小或等於5就包5,所以是實心 我們會把幅圖斬開成三個空間去看 中間的空間當然會合乎兩個條件 就是x小過5和x大過1 但是最左手邊這一節 只能夠合乎一個條件 就是x小過或等於5 並不包括x大過1 右手邊,即是最近向無限大那邊 這一節位只能牽涉到x大過1 由於n,n就一定要取出兩個條件 所以我們最後的答案就是x 就是游走於1和5之間,包5 第五條也說完給大家聽 A part,然後再看B part B part,他就說 喂,那你給我看看 到底有多少個integers 是可以滿足這條的困難 由於這個x就是游走於1至5之間 但又不包1 而那個integers只能夠包2,3,4,5 所以問How many integers 我們就回答了 Number of integers就是4 OK,這樣part B也說完 好,來到白頭公女話多年 在去年2016年的P part 1第六條 亦都有類似的數字給大家計算一下 有興趣可以回去看看 2015年的第五條 哇,好密喔 經常都有些D 基本上每年都有 2016年P part 2的第七條 讓你玩一下也有 所以如果你願意做這個 這個做得多的話 很難是不懂的 這裡也有說乘除負數不等好轉向 這裡就花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9大於7,負9大還是負7大 當然是負7大 那我們就不等好轉向 這個就是不等式一定要知道的 好,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效果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這次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卻 解好你的生命有緣的 我們現在在留下時間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 好,拜拜